我们今天讲一下佛罗里达州这个拍卖 TaxLink里面容易出错的情况 容易犯错的情况 那么也有人问我 汪先生为什么喜欢做这些视频呢 我个人做这个视频的目的呢 其实是为了自我的一个学习 也就是说你在学习过程中 你已有的知识 我要对他进去做一个输出 只有把已有的已经学到的知识 我把它输出分享出来 共享出来之后 我才能去继续学到新的知识 把它装进我的脑袋里面 就好像脑袋就好像是一个水桶 你要把已有的东西要到处去一点 要分享出去一点 然后才能接纳和装更多新的东西 所以我做这个视频的过程 其实是一个自我的一个整理 一个学习一个输出的过程 目的是为了把自己的思路整理好了之后 可以把脑子里装的东西输出倒掉一点 输出来一点 然后才能装到装进新的知识 主要是这个目的 好我们讲这个容易出错的情况 为什么呢 昨天晚上啊 昨天晚上也正好是有一个朋友 参加了一个Brava的 佛罗里达州的Brava的一个county的一个拍卖 然后呢 今天早上呢 他就把跟我聊 说他昨天参加这个拍卖 然后把他拍卖的这个情况发给我看 发微信 他就微信上发了个截图 就是这么一张截图 就这里的截图 然后我看了这个截图 我就发觉不对劲啊 发觉不对劲有问题 呃 人家说没什么不对劲啊啊 汪先生 你以前发的视频里面不也是拍的这个0.25%吗 他也是0.25% 有啥不对啊 一看我就不觉得不对了啊 为什么呢 然后我马上就到这个Brava的这个拍卖的 官方的这个拍卖的网 官方网站上面 我一起看 看到这个bidding format 是direct bidding 我就觉得他这个拍的已经是不太对了 也就是说犯错了 犯了一些农意犯的错误 什么回事呢 呃 因为每一个county 他的拍卖的制度是不一样的 我汪先生在之前的拍卖啊 在那个Lee County里面 我以前讲过啊 在Lee County这个视频里面 讲过 我当时也是拍的0.25% 但是我拍0.25%的时候 你要注意他这个bidding format bidding format在哪里呢 再给你看一下啊 在这个地方看到没有 bidding format这个是Lee County Lee County的bidding format是Ploxy bidding Ploxy bidding 好 然后我们再看这位朋友 昨天晚上这位朋友 他分享给我的他这个Brava的county 他的bidding format是direct bidding 啊 direct bidding 这两种竞拍方式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拍0.25%是正确的 但是他在这个地方拍0.25% 只能说呃损失了自己的利益 损失了自己的利益了 你拍0.25%的话 你只能拿到5%的这个收益啊 其实如果你拍10% 你拍15% 你拍18% 我觉得他也是可以拿到的 他就是拍18% 他可以拿到18%的收益 但是你拍0.25% 就能只能拿到5%的收益 就就白白损失了很多的收益 啊 这是第一个问题 因为他是direct bidding 这种方式 你就不应该拍0.25% 而是应该拍一个直接价格 Ploxy的意思就是说 Ploxy的 在在Lee County Ploxy bidding 你拍0.25% 你最终拿到的不是0.25% 你最终拿到的是比你出的价 比你出的价更高的那个人 所没有达成的价 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在Lee County里面拍0.25% 那么这个这个有一个标的 只有两个人拍 只有我 我和另外一个人拍啊 那么另外一个老外 他出的价钱 假设他出的是17% 我出的是0.25% 那么在Lee County这种情况下 我最终拿到的这个价格 是17% 减掉0.25 因为他0.25一个台阶 也就是我最终是以16.75% 拿到 这是Ploxy bidding 那么同样的机制 我们换到在这个地方 我们换到这个Bravo的County 他就不是了 假设总共有两个人出价 一个是老外 一个是我 老外他的出价是17% 我出价是0.25% 那么我最终拿到赢到的价格 就是0.25% 看到没有 这就是差别 那么因为Direct bidding 就是说你出什么价 你就得到什么价 你出什么价 你就得到什么价 你出0.25% 你最终就得到0.25% 当然了 0.25%最终 你拿到的Sue 是一个5%的一个保底 那么你在Lee County里面 你出0.25% 你拿到的不一定是0.25% 而且是比你那个 就是说你只要你赢过你的竞争对手 一点点 你的竞争对手出了15% 你出了0.25% 那么在Lee County 这种Proxy bidding的情况下 那么别人出的15% 你最终拿到的就是14.75% 比他的15%稍微低一点 因为这是Proxy bidding 所以这两种拍卖的制度 一定要小心了 否则很容易 你的收益就不能最大化 你的收益不能最大化 这是新手可能容易犯的一个错误 这是第一个点 然后第二点的话 我觉得这位朋友 他拍的这个标的可能不是最好 不是最好 为什么呢 然后同样是拍卖 同样是拍卖 同样是参加竞拍 我们来这里看一张图 我们这里来看这张图 这张图是什么 这张图 等一下 好 我们看这张图 这张图是一个平均的 None Homestead 它的赎回的一个周期 就是说你拍了之后 它有多长的时间 把这个东西给赎回 我们把这个原始的数据 拿到了之后 我对它进行一个图表分析 我们要对数据进行图表分析 图表分析我们看 那这每一个点点 就代表它赎回的月份数目 在50这个地方的点点 就代表它花了50个月才赎回 花了50个月才赎回 那20就代表它花了20个月才赎回 10就代表它花了10个月才赎回 这是纵向轴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里有的花了50个月 30个月才赎回 那这个手赎回的周期是在太长了 那么我们既然是为了赚这个利息 我们希望它是越快赎回越好 佛罗里达州 越快赎回 我的收益越高 最好是它拍了之后 一个月就赎回 两个月就赎回 那是最好的 那么 那么所以呢 我在选标的的时候 你要尽量去选那些标的 会很快速赎回的标的 那么你的收益是最大 如果你选了一个标的 它要花20个月 才赎回 那你这个要等20个月 才拿到5%的收益 就不划算了 就不划算 那么怎样才能进行衰选呢 我们再看再看这里 好 我们再看这张图 这张图呢 也是对这个 进行一个数据的一个分析啊 你看这个图 这个图 就是这里也是一个赎回的月份啊 你看我们看这个地方的赎回月份 你看他就基本上就是在24个月以内 基本上都赎回了对不对 在24个月就是在两年之内他都赎回了啊 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情况 比刚刚的情况要好 两年就是他这个tax令的最大的一个期限 你两年不赎回就可以把你这个房子卖掉了啊 就可以去卖掉 那所以基本上都在两年里24个月之内赎回了 那么在这个地方赎回呢 他有些 我们来看啊 他这个 他这个怎么不能动 好 我们来看 他有些你看 他在零个月就赎回了 那这个是 是最好的 就是他非常很快就赎回 有的是一个月两个月啊 大多数 基本上在九个月啊 一半一大半都是在九个月 或者说在十二个月 赎令赎回 这都是大多数情况 这是最好的情况 我们需要他赎回尽快赎回 我们收益才高 否则同样是拍卖 那你标的选的好 你这个标的在三个月四个月两个月就赎回了 你的收益可以达到30% 50% 40% 甚至20% 这个年年回报率 如果你标的选的不好 他过了两年才赎回 你两年才拿到5%的收益 一年只有2.5%的收益 相当于 那就那就很很 这个时候就不划算了嘛 就是不划算 虽然不亏 但是就不划算了啊 这是第二个问题 还有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 第三个问题就是他不赎回 就是他不赎回 那你就麻烦了 那么什么情况下 他会不赎回呢 这个地比较烂的情况下 他就会不赎回 那么什么样的地 是比较烂的这个地呢 我们来看这里 我们看这里 好 我们看啊 什么样的就是比较 比较差劲的 比较烂的地 他是不可能就不赎回 我们看这里 这里有 这里是也是这个 Bravo的 这county的 你们看 这个地方 有很多 这个county拍卖会议 刚刚已经结束了啊 这里都是结果 结果 这个结果就是 你看这个地 它是18%的收益 拍拍拍拍拍 都被人拍掉了 被谁拍掉了 被county拍掉了 county 也就是说 这个标的没有人买 没有人买的标的 最后只有政府 这个county 自己把这些标的给吃尽 那么政府 他等于自己卖给自己 当然他可能也拿不到钱 他自己卖给自己 其实就是说 把这个标的 就转到了政府名下了 而且这个名义上的利率 名义利率是18% 好像这个政府 能赚到18%的利率似的 其实 这些卖不出去的地 拿到政府手里 政府别说18% 他一分钱 我估计 很大的概率 这个政府一分钱都拿不到 不要说18% 他过两年 过十年都拿不到钱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地都是比较烂的地 比较烂的地 没有人要的地 那么最后就被政府拿到了 说最坏的情况 不是他过了两年 过了18个月 过了20个月才赎回 这不是最糟糕的情况 最糟糕的情况是 他永远不赎回 而且你把这块地拿出去卖 也没人要 卖不出去 卖不出去的话 最后这块地 你是可以拿到产权的 但是这块地 你拿在了手里 你什么也卖也卖不掉 什么也 他不能给你产生价值 然后你每年还要 你还要 这块地变成你的地 变成你的产权 你每年还要为这块地 去交房地产税 也就是说 这块地不能给你赚钱 反而要亏钱 就是说这块地很烂 很差 没有人要 两年满了之后 没有人赎回 你去把它拍卖 也没有人要 一个人都没有 不要 那么最后这块地 就落到你的手里 落到你的手里 然后这块地 又不能产生价值 又不能造房子 又不能怎么样 最后那么这块地 你每年还要为他 交房产税 那这就很糟糕了 那么看一下 为什么会这么糟糕呢 看一下啊 随便点一个 好 我们随便就点了一个东西 去看一下 为什么这块地就这么糟糕 为什么我们随便点一个 为什么像我刚刚讲的这种 就很糟糕 没人要 我们看这块地 这块地是一个居住用地 1.2个公顷吧 这是 然后呢 他这个地的价格 地的价格才610块 这610块 这块地才600多块钱 所以他这块地是很便宜的 很便宜 这么便宜 这么便宜 他为什么这块地这么便宜呢 这块地600多块钱 他欠了税 欠了 他欠了大概几十块的税 税大概欠了 欠了四十几块 四五十块钱的税 600多块的地 好 那我们继续 我们把继续 给你点个地图 看一下 这个地在什么地方 这600多块钱的地 其实就是不太好的地了 比较差的地 这个地可能600多块钱 本来就不值个地就不值钱 你卖也卖不出去 而且600多块钱的地 你去卖一卖 你要付这个法庭的手续费 付律师费 付当中产权过户费 这些钱付掉 可能就要两三千块钱 你把这个两三千块钱的手续费 付掉了之后 那你就是亏了 因为这个地 他本身就只值 这块地只值600块钱 你付了手续费 付了这么多 那就肯定就不划算了 对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 他这个 他这个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他具体也看不出 反正就是 他不是像谷歌地图 我们看一下 能不能看到一些什么东西 这个具体也看不出来 反正就是这块地 就是我们从价值上讲 他值600多块 你到时候法律 法律手续办一下 你这个法律手续办下来 可能要两三千块钱 请律师 律师费 法庭费 产权过户费 产权调查费 这一大堆一付 所以说最后会亏 所以像这样的烂地 就没有人要 因为拿在手里就是亏钱的 所以就没有人要 好的 详细的地图把它给调出来了 把这个地图看 当中这里有个红点点 红的一个小方块 就是这块烂的地 你看这个地在什么地方 它在一个荒的 这个地方都是荒的 一片周围都是一片荒的 这个地方 还没有开发呢 你看 这右边 右边的这些地方 当然倒是有开发的 都是有房子 有房子有路 你看有房子有路 但是这个地方都是一片森林 是空的 这个地图不太清楚 我们再换到谷歌地图 我到谷歌地图上面 也找到了这块地 看 这在谷歌地图上面 我找到这块地 这块地你看 就在一片大森林里面 在一片大森林 大概就在我标出来的这个位置 在一片大森林里面 周围啥都没有 所以这个地不值钱啊 然后如果这个地 如果这个地是在 是在向右边这个地方啊 向右边这些有超市 有加油站 这如果是在这边的话 那这地就值钱了 但是这个地呢 他就就隔了当中 隔了这个是高速公路 好像把它给分开来了 有两条这个高速路 把它分开了 然后这地方是一片荒的 就像个大森林 所以你要你这个地 买在手里你干什么 你要在大森林里面 造个房子吗 估计这个事情很困难啊 也不会有人要这样的地 好 我们看 我们放大一点看啊 这个地你看 它就在这个大森林里面 就在就在这个地方 我周围什么都没有 那路路路路路应该是有啊 这个路路是有的 这是路路的其他地方 都是大森林啊 都是大森林 你看都是大森林 就在这里 这个地所以不值钱 好 今天就简单讲一下 讲了前面这个三个 比较容易出的问题 大家要小心 不要本来赚钱赚了 赚少了 赚少了还不要紧啊 亏了那就不好了 好 拜拜 拜拜